黑男子走進店裡搖搖晃晃 匕首畫腳 接著就在店裡跳起舞來 沒多久男子又靠近店員伸手疑似 想要環抱對方 店員立即閃過 安撫男子的情緒後 把他扶到前面的椅子坐下 事後店員驚魂未定 將監視器影片PO上網 說這名陌生男子 對他有肢體上的接觸 很怕再被他侵犯 網友卻發現這個黑男子 疑似就是一人麻痹弟弟 回想起當時的狀況 女店員不太願意多說 而事情就發生在 台北市達安區的這一間假髮店 當時媽弟弟弟想要喝水 才會進入店內 卻疑似騷擾女店員 目前女店員已經報警 依性騷擾防治法提告 就是擔心再有類似情形發生 而麻痹弟弟的經紀公司 索尼音樂回應 表示他最近因為在美國的家人生病 加上電腦被駭客入侵 資料被清空 非常身心俱疲 晚上也睡得不好 目前他的狀況已經穩定 也絕對沒有侵犯別人的意思 對店家造成困擾 非常抱歉 麻痹弟弟近幾年 以DJ的身份出道 常常出席一些音樂活動 沒想到這次卻脫緒少年騷擾女店員 就算再一次見恐怕心裡 難以挽回 華視新聞也叫黃昭盛 台北報導